注意两岸部分最近传出了陆委会主委夏立言跟中国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4月份可能在金门安排会面 不过中国大陆片面划设接近海峡中线的M503航线 引发了国安跟非安的争议 夏立言也证实中国大陆方面将在29号正式启用M503航线 注意M503航线对于台湾的航安部分 夏立言表示没有危险性 而军方也能够充分掌握 政府可以接受陆方的做法 王张慧因为M503航线争议破局 现在陆委会规划希望4月可以来场夏张慧 大陆方面却提前发布M503航路的飞航公告 准备月底正式启用 法委员我们知道 M503要启航你们知道 你们用什么因应的措施 他是18号的时候通知我们 说他们准备在20号要宣布 然后在29号开始正式启用 目前看航安是没有危险性 那我们的军方也能够充分掌握 因为这是一条民用的航道 国际的民用航道 它的军机不会使用 大陆对片面划设M503航路几乎是步步逼近 从1月中发布公告 到3月初战时解决协议偏西飞行六海里 但随即进行飞行测试 3月29号正式实施 陆委会回应我方理解 但应有的权益政府会坚持 立委却很担心 大陆军机会透过M503航线 伪装成民航机 对台湾的飞航和国安有严重的影响 他们这样的行为不是在对我们挑衅 不是在对我们有威胁 都没有威胁的可能性 没有任何的危害的可能 这个会不会是这样是太过于 任何军机或是民航机 他一起飞我们就可以掌握到 我们不排除有任何可能 但是我们现在对他的任何的飞航动态 都是可以掌握到的 台联坚持M503航线争议 没解决前反对下章会 略会却认为下章会只要双方确定时间 即可举行 不用和新航路实施时间挂钩 但飞岸的一律未解 能不能见到面还有不少障碍 UDNTV综合报道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